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叫陆永江 又名陆婷 今年34岁 是一名洞主手工刺绣传承人 从事刺绣至今已经18年了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做的 就是这个定制的这个背景墙 这一块呢 这一块刺绣意义可大了 你别单单地看到这一块背景墙 它里面有12种绣法 而且也是非常罕见的 它最大的年龄呢就是100岁 然后最小的绣娘有6岁 意义是非常好的 里面有平秀 脚秀 鼠沙秀 截指秀 便秀等等 比如我们的平秀呢 它就象征平安 便秀呢象征团结 秀之一块的话呢 就是我们四个绣娘秀 大概就是半年 所以我们现在这基地来做的话 主要是以这个传帮带 传承 还有一些畅信等等等等 把它结合在一起 母亲是一名动族刺绣的传承人 因为找不到徒弟而花仇 便把我召唤我回家 回到家后 我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 于是我下定节省 一定要写好洞族刺绣的各种秀法 在拜师协议中 我也走遍了离平25个乡镇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在同关称 我找到了老师 但看着我的右手因为残疾 老师季节了我 因为洞族是一个很善良的民族 老师怕我学不好 于是我便在他家一住就上了半个月 砍柴 喂猪 烧饭等等一系列的 打动了老师 就用自己残疾的手 一点一点的和老师开始学习 我也被挣扎过无数次 至今我的手还留着伤疤 这些困难并不能阻挡我 因为我知道我身后 我要承担起母亲 传承的这一份责任和义务 现在我手上的这块刺绣 就是我从严东镇同关称收回来的 这块刺绣它的主要技法是平绣和镂空绣 在600年前它只是在服装上 但是现在通过了设计改良 它可以放在任何地方作用很大 也通过这块很简单的刺绣 让很多朋友学费了很多手艺 然后我的同事呢 大部分都是村寨里面的年轻妈妈 也有残疾朋友 我们的产品呢 现在主要销往北上广 甚至海内外我们都在销售 例如我们的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等等国家都在销售我们的手工艺品 那时候我小孩还读幼儿园嘛 就是因为没收入嘛 整天就是带一个小娃 送她去学校的话 我都是走路的 因为做公交菜的话 当时也只是一块钱嘛 然后认识了她之后呢 就是至少公交费解结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小孩的尿片也解结了 给家里面就是分担了一些压力 我们离平市贫困县嘛 然后像姐姐村里面这些妇女 还有这些青年人有活干 那我就必须 我要给他们解决这个阵地的问题 我就是向有关部门 然后申请了这个扶贫车间 然后让他们有阵地 然后有传承的地方 你才可以去发展 去开发更多的产品 于是我就咬紧牙关 在离平县内 我成立了七个扶贫车间 然后解决了这些农村妇女 就业的问题 感觉她那人特别有爱心 就该早该顺了 然后我就不用去外面上班嘛 什么的 然后我就在这里给她 就跟她一起 帮她打理这些嘛 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大爱的人 就因为我比较了解她嘛 她去一些很偏远的山村 就去做那个修娘培训 其实是很辛苦的 而且呢 那个回报力也不高 她做得越来越好了 想回报社会 想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2015年 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所有的人都围在街边 我问他们 怎么了 他们说 待会有领导来 其实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是总理 到我那里 总理停住了 然后就拎着我的手提巴问 姑娘 这是你设计的吗 我说 是的 是的总理 然后 然后她看着我所有的产品 然后称赞地说 非常不错 好好干 我们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 现在到几百人 甚至上千人 现在大家都在干这个事 所以感觉到刺绣的路上 我不孤单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